大家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张慕福每日一致这个诗 诗号的诗 左边是一个口,右边是一个旗 好,这笔画也是差异非常多 口字呢,就把它提升 然后让这一撇穿过去 这边横画非常多,所以就不要写太粗 空间要小一点 好,这是凯书的一个结构 然后再来,用这个凯书稍微带一点点新书进来 然后拉一下纸 稍微留长一点点 好,提上去撇,要稳定 好,过来这里,纸 好,一般而言这里可以小,这里要大一些 好,然后呢,就我们说这边 这个纸,这边是可以做一些省略的 好 好,就单纯这个纸 好,经常是把它做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就一点一横 好,这单一个纸也可以这么写的 所以在,在这里当然也可以这样子 好,再来张慕福呢 好,更简单,这横画不要写一个点 好,这种写法是比较少见 好,但是既然有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它的演变过程 好,两,好,这里口,然后这里横画 好,它写得很高 乃至于这一横是可以穿过去的 好,然后写过来一个,勾过来而已 底下这个日又写得蛮正的,蛮凯的 好,这大概它的写法是长这个样子 再来,更流畅一点 用同样这样,上面的写法 不要这个,这个叫少了 当然也可以,但是我先写上面的 两点这样 整个流畅 好,可以看到这里 扰一圈 这是比较接近草书的写法 那不能再做省略了 因为它的特殊性一定要存在 好,再来 我们说用招孟府这种省略方式也可以 等于是写一个白字啦 好,我这里就收笔点就好了 好,大概这样子